大年初二 总统马英九到苗栗马家庄祭祖 谈到台湾经济发展 总统表示会越来越好 排第一位的袁先生更是连续五年拔得头筹 而台北华光社区的居民也到场向马总统下跪成行 要求争取居住正义的红包 大年初二 总统马英九返回苗栗马家庄祭祖 马家的长辈有15位超过80岁 组织拐杖在儿孙辈的参赴下要来领总统付带 马总统先用客家话向苗栗相亲来拜年 谈到台湾的经济他认为是越来越好 10月 11月 12月呢 慢慢露出了复苏的曙光 到了1月份更是明显 我们外销的成绩可以说有相当大的成长 我们在看到其他的许多指数 包括失业率下降 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上升 那么股市的发展都显示出 我们看到春天的燕子确实快要来了 而今年又是这位死中的马咪排第一 连续五年拔得头筹 我上个礼拜三六号来的 坐车坐季业来 因为我是他死中的 我是马咪啦 而清晨三点半从台北出发 37位法务部宿舍群华光社区的居民 也来苗栗排队领红包 当场向马英九下跪 要他兑现当年台北市长任内管定了的诺言 不过被委安人员脱离 确确实实的承诺华光社区这边的现住户的问题 他管定了强迫财务环定 那我觉得这对于社会居住公益是完全违背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特别提醒马总统 总统有听到抗议的诉求吗 有听到抗议的诉求吗 都听到了 我们在台北就在处理了 从2008年开始 总统马英九连续五年的大年初二 都到苗栗马家庄祭祖 面临被迫搬迁的华光社区居民 从台北追到了苗栗 要求居住正义的呐喊 总统府随后回应 总统已经指示相关单位首长妥善处理 记者黄兄来世杰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